提到《严谨骏2》 多数人联想到的会是情书 四月物语 关于历历周的一切 这类文艺温情的电影 因此也被中国影迷称之为日本王家卫 作为日本新电影运动的棋手 著名的青春小说家 无论是电影还是小说 我们从《严谨骏2》那里 总能感受到纯净的画面 浪漫的情感和深刻的思考 今天为大家带来《严谨骏2》 在1996年所拍摄 与之风格较为迥异的电影《燕尾蝶》 这是你的妈妈吗? 由伊藤布所饰演的无名少女 在母亲去世后被多次转手 送到了卖淫女古力果住 本来生活就很艰难的古力果 把她带到了夜店 想卖掉她赚点钱 然而当古力果看到夜店的环境 非常糟糕时 还是把她带回了家 并根据自己胸前所闻的蝴蝶 给少女起名为雅家 一天古力果的雅家去了一家 名为清空的废品处理站 在这里工作的飞鸿 阿郎 阿龙 都是来自不同国家的原道 时常去废品处理站帮忙的雅家 也逐渐和他们熟悉了起来 某天将要下雨的时候 废品处理站的人们将修理好的雨伞 带到市区售卖 雅家和飞鸿则留下来看店 伴随着雨声 两人交谈了起来 某天夜里鼓励过的一个常客来光顾生意 对年轻貌美的雅家 起了非分之想 纠缠中 前来帮忙的阿丽 失手将此人推下了窗户 刚好被混凝土车碾压致死 惊慌中他们找来了阿红 连夜将尸体运到了偏远的墓地 准备掩埋时 阿郎发现这个人的腹中 竟然藏有一盘磁带 上面录有美国歌曲 麦威 身为某秘密组织杀手的阿郎 通过同伙春梅得知 此人是黑社会成员须腾 而那盘磁带中隐藏着 制造伪超的磁性感应材料 无论 它不僅行 等一下 远近 远 难论 射力 是在弾 你难事 。 。 我 。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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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盘磁带中的秘密 犹如一台印钞机 让大家一夜之间变成了巨富 阿龙等人发财后回国 而飞鸿则离开清空 到城里买下了一家夜总会 并把那里办成 专攻古力国演唱的Live House 不久后 古力国由于演唱天赋出众 而与唱片公司签约 在公司的干涉下 成名后的古力国 不得不与这些原道断绝关系 飞鸿也因此入狱 在狱中的飞鸿 仅由雅家会带着好吃的便当来看望他 不久后因为付不起机票钱 飞鸿被警察莫名其妙地释放了 欣喜若狂的他在街上飞奔着 不经意地回头 看到了古力国最新的专辑海报 误染毒品的雅家 被恰好路过的刘良奎所救助 带到了一个破败的私人诊所进行医治 在医生的告知下 刘良奎知道了失散多年的妹妹 现已成为了日本著名的歌星 出狱后的飞鸿 卖掉了为古力国而创办的Live House 因此也遭受到曾经乐队成员的鄙视 雅家的心境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他找到了曾经医治过他的医生 在胸口上闻了一只燕尾蝶 与此同时 身为黑社会老大的刘良奎 得知了磁带的下落 派手下飞虎去追杀飞鸿 古力国等人 逃亡中的飞鸿 由于使用伪钞被警察逮捕 严刑拷打后死于狱中 在飞虎的结识下 古力国来到了清空 找阿郎取磁带 在春梅的帮助下 阿郎机智地干掉了这些匪徒 一场风波之后 大家又回到了清空 以火葬的形式向飞虎告别 悲伤的雅家将城乡的钞票 扔向了火中 在严谨俊二所指导的电影当中 燕尾蝶绝对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 他一概以往的纯洁如雪的风格 用一种近乎夕阳的金黄 点燃了整部影片 电影当中 由古力国演唱的那首My Way 在影片上映之后 更是创下了百万级的销量 由此可见燕尾蝶的影响力 不过燕尾蝶之所以成为一部好电影 并不在于其主题 而在于《严谨俊二》 能够以这样一种高度风格化 充满诗意的视听语言 编织了一个叙事流畅的仿神话故事 将其主题表达出来 这是一部相当复杂的影片 汇聚了青春片 黑帮枪战片 甚至音乐片的许多元素 将现实与超现实的行径 梦想与回忆 行动与心理充分的融为一体 全片充满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和动作 却自始至终保持了一种整体的抒情氛围 以燕尾蝶和My Way 作为象征的两条情绪线 使全片一以贯之地笼罩着一股浓郁的哀婉气息 成为片中起稳定作用的情绪基调 另外 与影片所具有的史诗般的气势和宏大的叙事结构相应的是 严谨俊二运用了丰富多变的摄影技巧 创造了纷繁但又不杂乱的视觉效果 或是高度旋转或是静止不动 夸张的特写 诗意的画面 烘托气氛 描写心理状况 在现实与幻想之间无痕迹的进出 这些都在影片中得到了统一 总之 燕尾蝶的影像风格追求与故事内容和情绪相适应 并不具于某一种单一的套路 燕尾蝶不愧是严谨俊二大师最具代表性的力作之一 尽管他对于理想的探讨是简单浅白的 但是在一个理想极度贬值的年代 我们需要这样的电影来提醒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分量 严谨俊二曾经在采访的时候说过 曾经爱过 笑过哭过 曾经心满意足 也曾失败坎坷 但是泪水适尽才发现一切依然动人 一百万个人心中飞舞着一百万只不同的燕尾蝶 或许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只燕尾蝶 都有一份挣扎的理想 只是我们需要释放它的勇气 需要为振齿高飞而奋斗 哪怕以折翅为代价 也在所不惜的勇气 最后 始终伴随着电影的那首歌曲 My Way 背后还有着精彩的故事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回复My Way进行查看 我们下期节目见